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我是大学同学 他是个细心又浪漫的男生 我们一见钟情 当年大学毕业后 我放弃了父母安排好的铁饭碗 一人决人跟他一起白手起家 我们起早贪黑 三年时间从服装店到服装公司 也算是小有成就 那时我刚好怀孕了 就退到幕后 专心相夫教子 陪着我的女儿成长 婚后的第五年 我们买了独栋别墅 我们身家少说也有八九千万了 我们在一起十余年 特殊的日子里 他仍然会为我制造惊喜 现在女儿小朵已经六岁了 婆婆一直催我们 再要个二胎生个儿子 可是几年过去了 一直没有动静 倒是沈南安慰我 说顺其自然 不必放在心上 就是这样一个 跟我曾经相濡以沫 并肩作战的男人 我真的不愿意相信 他会背叛我们的感情 在发现口红印的第二天 我特地开车到公司 门口不远的马路边等着 下班时 他打电话来 说要加班 结果十分钟后 他的车子就开了出来 我握紧方向盘跟了上去 最后 车子停在一家酒店外面 透过车窗 我看到他的助理刘洁 整个人挂在他身上 两个人吻得难舍难分 我的世界在瞬间崩塌 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我的男人居然背叛了我 我想冲过去 但又不想引来别人围观 我拍下他们的照片后 失魂落魄地回到别墅里 脑海里闪着这么些年的点点滴滴 他怎么可以嘴里说着爱我 去跟另外一个女人去开房 我在客厅里 一直等到半夜 他才回来 看着他满脸疲惫的样子 我二话没说 就给了他一戒而过 沈南捂着脸气愤地说 你半夜不睡觉发什么神经 我看着他那理直气壮的样子 把手机狠狠丢过去 看到上面的照片 沈南瞬间就变了脸色 我愤怒地看着他说 我要离婚 沈南吓得跪在地上 哭得满脸都是泪水 苏梅 我跟她就是逢场作戏 我心里只有你跟女儿 这些鬼话 我怎么能信 可想到我女儿 我心还是软了下来 我不想她没有爸爸 更何况 我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女人 也不想我离婚的事 传到我家人耳里 可我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我让沈南开除了刘洁 删掉她的联系方式 沈南都答应了 但我的心里 仍旧对她的背叛耿耿于怀 都说男人出轨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走了一个刘洁 谁知道 还会不会来一个李洁 张洁 沈南表面上开除了刘洁 但实际上有没有联系 我也不知道 从那以后 我对沈南开始非常的冷淡 但为了女儿和面子 又不想离婚 于是我开始寄情于购物 长驱长长 搜罗各种大牌服装 和生活用品 沈南心里对我愧疚 对我大手踏脚 花钱并没有阻止 甚至还给我派了一个专职司机 王亮过来 外出时帮我提东西 王亮25岁 长得精神 细心又体贴 我冷的时候 会细心地帮我披衣服 我口渴 她会提前帮我拧好瓶盖 她还很幽默 总能说些笑话 逗我开心 久而久之 我跟她熟人起来 遇到节假日 沈南没有时间 王亮会带着我跟小朵 去游乐园 小朵对她也很喜欢 只要能陪着女儿 我很多时候 也就不去想沈南的事 可我慢慢地察觉到 王亮看我的眼神 变得不一样了 我害怕自己多想 毕竟我足足比她大了十岁 况且我已经结婚了 直到有一天傍晚 她开车送我回家 主动牵起了我的手 我吓得把她的手推开 慌乱地回了家 那一晚 我竟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 满脑子都是她 可我也知道 为了我的女儿 为了这个家 我不能跨出这一步 我在微信上 跟王亮表明自己的态度 谁知王亮却告诉我 沈南一直跟刘洁 藕断丝连 而且她外面 不止刘洁一个女人 为了让我相信 王亮开车 在我去了一个高档小区 看到刘洁挽着沈南的胳膊 姿态亲密地从里面出来 那一刻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我必须跟她离婚 我当即就下去 要跟沈南摊牌 王亮却拉着我说 沈南这个人很精明 跟她离婚 你捞不到好处 倒不如继续做你的阔太太 两个人各个各的 毕竟这个圈子里 大多数的夫妻 都过着像邻居一样的日子 我有些动摇 王亮继续劝我 单亲家庭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她戳中了我的软肋 我心情很不好 让王亮带我到酒吧买醉 我喝了很多酒 迷迷糊糊中 有人在帮我擦汗 又把我抱在了床上 第二天早上 醒来 我才发现 我躺在王亮的怀里 她合一而坐 靠在床头 一夜未睡的样子 我有些惊慌 王亮却紧紧抱住了我 深情款款地看着我 说 苏美姐 我想一直照顾你 看着王亮眼里的红血丝 我心疼不已 我心里痛恨着沈南的背叛 她都已经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又何必忠诚 就在那一刻 我冲动地主动吻了王亮 我们很快就融为了议题 王亮年轻有活力 跟她在一起 我仿佛年轻了许多岁 她像是我灰暗生活中 照过来的一缕阳光 让我重新有了 被珍视 被疼爱的感觉 王亮说 苏姐 我不介意你比我大十岁 如果你跟沈南实在过不下去 我愿意等你 离婚娶你 她的一个承诺 让我以为 我的人生又找到了方向 那天之后 不久就是王亮的生日 那天 我特地为她准备了烛光晚餐 翻桌上的王亮 看我的眼神 几乎把我融化 吃完饭 她带我到了一家宾馆 我像是情窦初开的少女 出场静谷一样欢愉 就在我们勤政农池 砰的一声 被人用力踹开 我忙躲进王亮怀里 一群人鱼灌而入 嘴里大喊着桌奸了 闪光灯晃得我睁不开眼睛 直到沈南狠狠地给了我一剂耳光 我才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已经一丝不挂地 被这些闯进来的人拍了很多镜头 我羞愤地拉着被子要把自己遮住 沈南却怒不可遏地摘着我的头发 恶狠狠地说 苏梅 老子让你当阔太太 你却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其他人则是将王亮团团围住 一顿拳打脚踢 我用力地推开沈南 扑过去将王亮护住 我声嘶力竭地吼着 你们全部都给我滚出去 沈南指着我骂道 好你个苏梅 我还以为你多么贞洁高尚 却原来这么烂 跟我的司机睡在一起 你让我和女儿以后怎么做人 我无地自容 只好反问道 你又算什么好东西 是你先背叛了我 你跟你的助理刘杰还在一起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沈南只冷笑地看着我说 让人捉奸在床的是你苏梅 老子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要别的男人穿过的破鞋 我没想到 他居然会用这样的字眼形容我 不管以前我们发生了什么矛盾 他从来不会对我这么说话 这一次 他是恨极了我 比我知道他出轨 我恨他更深 我又羞又恨 最终哭着对他说 别说了 我们离婚吧 沈南一脸厌恶地看着我 当然要离婚 但是你也休想拿我一分钱 去养小白脸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说道 房子我可以不要 但公司是我们一手创办的 理应有我的一半 沈南扬了扬手上的手机 得意地说 你不偷人 当然会有你的一半 但你现在敢跟我中公司 我就把这些照片 让你父母 还有亲朋好友人手一份 我气得扑上去抢手机 他一把把我按倒在床上 我动弹不得 心也一点点沉下去 明明是他背叛了我们的感情在先 他居然要这样践踏我的尊严 我更恨我自己 居然依乱情迷 跟他一样出了鬼 因为沈南有些照片在手 我不敢跟他撕破脸 只好低调地跟他办理离婚手续 同意今生出户 离婚当天 我草草收拾了我的衣服 就准备离开 我还在收拾东西时 刘杰居然就堂而皇之地 搬进了我们的别墅 他指挥着工人搬着自己的东西 看到我一脸的嘲讽 苏姐啊 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的沈太太 怎么就这点心理啊 看着她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我冷笑道 她能为了你抛弃我 也能为了别人抛弃你 别高兴得太早 刘杰继续嘲讽我 我可不会像你 不守妇道地给沈南带绿帽子 说真的 这是我永远的伤疤 我无力回击 我气得一把把的推开 刘杰一副受惊的模样 你可给我小心点 我肚子里已经怀了沈南的孩子 要是孩子有个好歹 沈南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婆婆可宝贝着呢 她居然怀了沈南的孩子 婆婆也允许了 我内心悲凉 沈南早已不是当年的沈南 没有我的出轨 她也迟早会和我分开 可笑的我 居然拖到了自己出轨 如此被动 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想仓皇而逃 女儿小朵察觉到我要走 冲了下来抱着我的腿 哭着大喊 妈妈 你要去哪儿 小朵不要妈妈走 我刚想要抱抱小朵 沈南就赶了过来 抱起小朵 一脸厌恶地看着我 还不走 等我赶紧出去吗 你还有什么资格做她的妈 盯着小朵的哭声 我心痛不已 再看看刘杰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还有沈南绝情的模样 我心里的满前恨意 无处发泄 明明是他们有错在先 为什么结局变成了这样 离开沈家后 我无处可去 我打王亮的电话 居然无人接听 我不断地打 他又不断地挂断 最后 他终于回了一条短信 说他被沈南威胁回老家了 我不敢相信 那个承诺会给我未来的男人 就因为沈南的威胁 轻而易举地放弃了我 想到跟他在一起的那些甜蜜日子 难道都是假的吗 我租了一间房子 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我手上没有什么积蓄 跟社会脱节太久 找工作也不顺利 好在遇到了以前的一个朋友 帮我找了一份 在服装店卖衣服的工作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堂堂一个制衣厂的老板 最后沦为一个服装店的店员 更没想到的是 一个多月后 我会碰到早就离开这的王亮 他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店里 看到我 王亮显然也很吃惊 他只匆匆地看了我一眼 装作跟我不认识 我也没拆穿他 趁着那女孩 试衣服的时候 我急切地将王亮 拽到了角落里 我问他 你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沈南早就设计好的 王亮犹豫地看着我 最后告诉我说 不是沈南设计的 是刘杰设计的 他让王亮去勾引我 等他再把我拼上床 再安排人去捉肩 这一切 沈南事先并不知情 捉肩的时候 才通知沈南的 我气得扬起手 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 王亮歉疚地看着我说 苏姐 你是个好人 但是谁会跟钱过不去 我问他 刘姐给了你多少钱 王亮向我伸出一只手 五十万 五十万 就为了这区区五十万 他们把我的人生 彻底改变了 我懦不可遏 努力地踹打着王亮 骂他是个骗子渣男 王亮拽着我的手 丝毫没了以前的好脾气 不耐烦地说 你闹一闹也就够了 反正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都三十五岁了 真以为会有哪个 年轻小伙子真心爱你 我的心 像是被电流击过 玻璃橱窗上 映出了我此生 最狼狈的模样 看着王亮和他的女友 相用离开的背影 我那些曾经想放下的心 重新被复仇点燃 他们一个个完好无损 只有我变得一无所有 差点身败名裂 我放过了他们 可谁又放过了我 我狠狠地握紧手心 默默地对自己说 沈南 刘洁 王亮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都付出代价 我还在想着 怎么复仇的时候 却接到了保姆的电话 小朵从楼梯上摔下来受伤了 现在人在医院 我疯了色地跑到医院 看到小朵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朵身上到处都是瘀青 哪里像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沈南和刘洁都不在 只有保姆照看小朵 我问保姆 保姆支支吾吾 最后被我问极了才告诉我 是刘洁打的 原来因为小朵一直喊着找妈妈 刘洁听得心烦 就对她动了手 沈南劝架使小朵不听 害怕沈南是坏人 说她欺负妈妈 还咬了沈南的手 所以沈南后来 也就不阻止刘洁了 小朵就经常挨打 看着小朵身上那些心伤旧伤 我心都碎了 小朵躲进我的怀里大哭 我的心里的恨又多了一层 我气得火冒三丈 打车到了别墅 没想到刘洁跟沈南两个 居然在吃烛光晚餐 我一气之下 将桌子上的菜 全部都扫到地上 我冲到刘洁面前 愤怒地质问她 你为什么要打小朵 她还是个孩子 你为什么要对她 下那么重的手 刘洁装出一副柔弱的模样 小孩子不听话 当然就要打一打呀 我怒不可遏 扬起手要给她一巴掌 谁知道沈南拦住了我 一把将我推到地上 对我吼道 苏梅 这是我家 还轮不到你撒野 刘洁躲到沈南背后 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我质问沈南 小朵挨打的事 你知不知情 沈南一脸不情愿地说 小孩子不听话 打两下怎么了 小朵每天跟我作对 还骂老子 我们还不能叫一两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她对自己亲生女儿说出的话 我冲上去想要给她一耳光 沈南轻易就攥住了我的手腕 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再敢撒野 我就报警把你抓起来 你这不要脸的臭女人赶紧滚 论戾气 我哪里是她的对手 可想到小朵那张苍白的小脸 我也不允许自己让步 我跟沈南交涉 别墅里必须安装上监控 我要能调到大厅和小朵房间的视频 时刻确保我女儿的安全 否则我就要带走女儿 或者我就向媒体曝光 给小朵验伤 即便我过去的事会让我身败名裂 但你们虐待孩子也一样 沈南是个爱面子的人 带走女儿她不会答应 曝光我们几个之间的事 她也会名誉扫地 最后她做了妥协 答应安装监控 可是我也明白 这不是长久之计 谁知道刘洁 会不会在别墅以外的地方 折磨小朵呢 离开别墅的时候 我决定要加快我的报复计划 想到当初刘洁精精设计 让我今生出户 我决定也让他尝尝 被人背叛的滋味 我对自己说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我们店铺里有个店员 叫做小梦 有几分姿色 一直都爱掉有钱人 我假装无意 向他半真半假地 透露自己的遭遇 说希望有个人 能勾引我的前夫 帮我教训教训刘洁 小梦固然提出要帮我 从他的眼神里 我看得出 他其实也是看中了 沈南的钱 我让小梦身着性感等群 特地守在沈南厂去的 一家咖啡厅 跟他制造偶遇 那天碰巧 沈南约的客户有事晚到 小梦过去搭讪 还假装请他喝了一杯咖啡 就轻而易举 要到了沈南的微信 我本来以为 还需要费些时日的 没想到短短半个月 沈南就上钩了 沈南向来是在 女人身上舍得花钱 小梦又是会撩人的主 两人感情发展特别迅速 等到两个人感情稳定 我又安排小梦 带着沈南来 我们服装店里买衣服 沈南看到我有些吃惊 带着小梦就要走 小梦撒娇不肯 我亲自接待他 一副跟沈南不认识的样子 小梦则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对我挑三拣四 刁难了我一番 趁着小梦试衣服的时候 沈南找到我 一改前几次见面 对我凶狠的样子 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苏梅 这件事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刘洁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 装出一副 心如死灰的样子 说 你也看到了 我在这工作 每天都要看人脸色 保不起哪天一冲动 大不了大家一起 与死网破 要是我能有个 像样的工作 能养家糊口 说不定 大家都想按无事 沈南问我想干嘛 我说 我想回公司上班 给我发薪水就可以了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 当服务员 受别人的气 沈南想拒绝 我指了指店里的监控 意思是告诉他 他和小梦手玩手的视频 可都在这儿 他自然明白了我的意思 没过多久 让我回公司 销售部上班 这是我的第一步 我需要回到公司 利用我之前的人脉 暗中夺回我的公司 我找父母借了一笔钱 租了一间厂房 作为一个小的生产厂 慢慢转移公司里的人脉 暗地里抢走了公司一些单子 沈南这些年随着公司越做越大 心高气傲 暗地里得罪了不少人 这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 明面上 我尽心尽力时 常加班到深夜 暗地里 其实在忙着我的事 沈南虽然人品不行 但也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 几次加班 我们都有碰到一起 沈南偶尔还会像以前一样 请我喝杯饮料 他一脸惋惜地看着我 说甄嬛女友以前 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候 好像浑身上下 永远有使不完的劲 我心里直犯恶心 装作一副怀念 从前的伤感模样 是啊 要是能回到从前就好了 那是我这辈子 最快乐的时光了 沈南欲言幼稚地看着我 终于说 要怪只能怪我糊涂 竟然跟别的男人上床 这让一个男人 怎么下得了台 我没有告诉他 这是刘杰设计的 因为不管谁设计的 我确实掉进了陷阱里 刘杰听说我回到了公司 跑来找我大闹一场 他把我从办公室里拽出去 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勾引别人老公 你要不要脸呀 看着他大着肚子 张红着脸骂我的样子 我觉得十分讽刺 这句话 原本该是我骂他才对 我见沈南赶过来 也学着刘杰当初 装出委屈的样子 哭着看着刘杰说 我现在只想安心工作 我跟沈总之间清清白白 刘杰气得过来拽我 你还装 我让你勾引我老公 我故意躲到沈南身后 刘杰疯了死的要冲过来 把场里很多人都吸引了过来 啪的一声 沈南扬起手 狠狠给了刘杰一记耳光 刘杰显然被他吓住 沈南最要面子 刘杰让他 当着全公司的人面下不来台 真是蠢得很 事后我去找沈南 特地给他买了他最爱喝的咖啡 委屈地说 我真的只是想安心工作而已 过去的事 我早就已经放下了 如果你怕刘杰生气 我可以离开的 提到刘杰 沈南气愤地扯开领带 说 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婆妇 你尽管工作 不用管他 前不久还将人家小心翼地 护在怀里 现在就成了泼妇 这男人果然是薄金寡义 有一天 我提出带小朵去游乐园玩 发现小朵变得比以前还要沉默 我问他什么他也不肯说 而他身上又增了一些欣赏 刘杰肯定以为我破坏他的婚姻 把气都撒在了小朵身上 为了女儿 我不能让他继续这样下去 我本来想叫小梦收手的 看到小朵这样 我决定再加一把火 我约小梦见面 他有些不大愿意 沈南已经在外给他租了房子 他俨然已经过上了准阔太太的生活 他大概是怕我要他收手 因为之前我有提醒 叫他不要入戏太深 没想到他早已入戏 我向他表明 我不会揭穿他当初去接近沈南的计划 我现在只是在公司安安分分地工作 不会影响他 同时假装劝他的说 刘杰健在正满世界地找你 他是正宫娘娘 你还是躲一躲的好 小梦一脸气愤 我才不怕他呢 我继续说 他怀着沈南的孩子 沈南总归不会和他离婚的 小梦看着我认真的说 沈南答应过我 会和他离婚 娶我进门的 再说怀个孩子谁不会 我一脸不相信地看着他 男人哄你的话怎么能信呢 小梦不屑地说 我可不像你 任别人踩在脚下 是我的我就不会放手 看他坚定的表情 我猜想他和刘杰会有一场战争 果然没几天 小梦明目张胆跑去找刘杰摊牌 两个人大打出手 听说刘杰为此还动了胎气 沈南两边安抚 忙得不可开交 就在一切在朝着我期望的方向发展时 刘杰流产了 听保姆说 他是直接从楼梯上摔下来 孩子已经七个多月 胎死腹中 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怀孕 保姆要在医院照顾刘杰 小梦又不依不饶 沈南心里交脆 我趁机向他提出 把小朵接到我身边照顾一段时间 等他家里的事情解决完 再送回去 沈南欣然同意 女儿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我百感焦急 但是我发现 他每天晚上总是做噩梦 嘴里还叫着 我要妈妈 你是个坏女人 我要杀了你 他还只是一个七岁不到的孩子 却在我们这场婚变中 经受了如此残忍的折磨 我深深觉得对不起他 也对沈南和刘杰的恨 又加深了几分 不斗赢他们 我绝不罢手 没多久 沈南便开始 跟刘杰闹离婚 因为小梦也怀孕了 在这场战争中 沈南一边为了女人 不疼惜自己的女儿 一边又为了他父母的心愿 想再要个儿子 他真是该死 刘杰自然不肯 跑到公司里 跟沈南闹了几次 把沈南再次出轨的事 弄得人尽皆知 最厉害的一次 刘杰把沈南的办公室 弄得乱七八糟后 站到办公楼的大厅里 声嘶力竭地喊着 沈南 你个负心汉 你该遭千刀万剐 自从有了小梦后 刘杰来公司 也不再骚扰我了 我也乐得在一旁看热闹 专心谋划着自己的小场 有一次看到保安 在沈南的授意下 将他从办公室里拖拽出去 他披头散发的 面黄肌瘦 仿佛老了十几岁 嘴里只能重复地喊着 沈南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不能这么对我 看着他被拖走的狼狈模样 再回想起 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真的是讽刺极了 我的小工厂 正在慢慢步上正轨 我又悄悄挖了几个人 才过去 本以为还要再过几年 才能架空沈南的公司 谁知刘洁狗强跳急 开车撞了沈南和小梦 听说就是那天 刘洁被保安拖出去后不久 沈南又要把他 从别墅里轰出去 刘洁不服 怀恨在心 他一直偷偷跟踪着 沈南和小梦 看到沈南陪着小梦 去医院产检 大概是想到了自己 再也不能生孩子 受了刺激 当他们检查完出来 在医院的停车场 刘洁一脚油门 就轰了过去 小梦当场死亡 一时两命 沈南撞到了脑袋 一时半会儿醒不来 即时醒来 大概也会是个植物人 倒是刘洁 只是受了轻伤 但是后半辈子 只能在监狱里度过 沈南跟刘洁恶有恶报 但对小梦 我很歉疚 我曾经想劝他罢手 奈何他被自己的欲望支配 而我又因为被仇恨的怒火 迷了心智 不但没有劝他 反而他越陷越深 最终导致这样悲惨的下场 小梦的葬礼上 我流泪了 默默在心底 跟他说了个很多对不起 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不要记恨我 小朵是沈南 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公司由我全权带领 沈南在医院 我一直没有去看他 他行不行 我都不关心 想起他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就没有理由去看他 不久后 我从朋友那里得知王亮 找了个富家小姐 已经谈婚论嫁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不配得到真爱 那他这样的渣男 又配得到好的姻缘吗 想到他的虚情假意 我决定送他份大礼 我始终记得王亮 被刘洁收买 勾引我的那一幕幕 是时候该还给他了 我也找了一个夜场小姐 同样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带王亮去酒吧喝醉后 再带回宾馆 他不仅提供了他们的床照 还说王亮背后 说这个富家未婚期长得丑 他只是看上他的钱 等等的录音 这也真是天助我也 让我拿到了这么有力的证据 要怪只能怪王亮自己 狗怎么改得了吃食呢 我将那些照片和录音 匿名发给他女朋友 据说富家女家里有些势力 让人将王亮狠狠揍了一顿 放话永远都不要再看到他 他这次大概真的要灰溜溜地回老家了吧 我的抱负到此也应该告一段落 其实最后死的死 伤的伤 坐牢的坐牢 这些并非我的本意 这样的结局也许太过残忍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他们的命 我只是想夺回我应该得的 给小朵更好的未来 最后我去一趟别墅 我们在离婚时并没有做财产清算 只不过那时被沈男抓住把柄 我没有去争取 只是想早点结束那段见不得人的日子 所以只是同意了离婚而已 我其实可以带着小朵搬回沈家别墅的 但我不愿意 那里有太多关于我不堪回首的过去 别墅里早已没有了关于我住过的痕迹 想必是刘洁把任何一点关于我的东西 扔得干干净净了 我清理小朵的东西时 无意间看了一下别墅的录像 发现了刘洁流产前一段 监控里 小朵将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她特意在几个台阶上 扔了很多玩具腔里圆圆的塑料子弹 然后躲进了沙发后 搭着肚子的刘洁很快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她嘴里妈妈咧咧气冲冲地往下走 果然一脚踩在那些子弹上 伴随了一声惨叫 人倒了下去 沙发后的小朵紧紧地捂住耳朵 浑身颤抖着 她那双原本该天真无邪的眼睛里 却满满的是愤怒和恐惧 原来刘洁的流产跟小朵有关 年幼的她目睹了那么多成人之间的丑恶 美好的童年她的记忆里只有灰暗 作为母亲的我 我也没有保护好她 在自己该果断离婚的时候 却一再地麻木自己 最终掉入流洁的陷阱 使得自己都无法自保 也把可怜的小朵 推入了一场成人的情感游戏中 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感情争斗里 说起来我们都是罪人 在这场争斗里 我的小朵因此几乎患上了自闭症 想着那些被他们一步步逼的我 竖起浑身铠甲而复仇的日子 就像是做梦一样 而现在我也没有因为他们得到报应 而觉得开心 毕竟我们给小朵造成的伤害 需要时间去弥补 那些不断在我梦里困扰着我的仇恨 虽然随着沈南 刘洁 小梦 王亮 在我视线里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而我的余生仍然不可能全然将这些忘掉 在小朵的成长过程中 也是跨不过去的一道阴影 我唯有好好陪她长大 护她周全 直到她忘记这段经历 早一天走出阴影 能够重启她的快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